全世界最大的故事是什么 中国的故事 它为了兴趣去掌握 它为了兴趣去掌握 四年世界经济出疏的 未来而是 全球经济为中国化 会成为重大的变化 毫无疑问 中国作为世界的 四大主要的经济体制 对中国的经济的变化 一定会影响 整个世界的经济的变化 无论是中国的投资 中国的出口 中国的内需 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增长的 贡献率要将近30%左右 我们中国经济的发展 现在面临了一个 非常重要的这样一个转制时期 那么这个转制时期的核心 就是要为了创新来启动 只有创新成功 中国经济的转进升级 才能成功 未来的经济 因为基于新的技术 新的互联网是一种共享性的 分享性的这种经济 而世界经济论坛 它的一个重要的职责就是 把相互之间的资源能够连接起来 通过这种连接创造更新的 创新的思想 商业的模式和合作的机会 中国的市场已经是一个充分开放的市场 而中国的企业也正在把全世界的市场 看成成自己能够扩展至自己的业务的一个空间 所以当我们能够在一个地点一个城市 能够用几天的时间 能和全世界来自全世界的人 能够听到不同的声音来进行这样的讨论 我觉得这对我们的企业的发展是十分十分有价值的一个平台 中国企业要在全球取得大的成功 有时需要我们忘掉自己是个人的 真正有全球责任的担当 这是成功的一个不可或许的条件 这种境界这种格局的提升 对于中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这双创是推动发展的强大动力 人的创造力无限 中国人的智慧巨大 人类的智慧无穷 做任何的创业和创新 最关键还是要抓到一个核心的需求 或者一个刚性的需求 用户的需求或者市场需求在哪 有没有被很好的满足 我觉得这是最关键的点 现在就是一个互联网的时代 是一个万物互联的时代 互联网把人和人连接在一起 把人和车连接在一起 把人和吃饭的餐馆连接在一起 中国很多的一些传统行业 在全球并不是领先的 但是互联网能够有机会 参与到这种全球化的这种前沿 和这种格局中来 这都是互联网神奇的这样的作用 我觉得这个创新力通过互联网 通过这种视野 已经被完全地改变了 每个人都可以把别人做过的行业 重新做一遍 也许这就是未来 也许这就是未来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